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能言 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以下几个话题 可以说都是比较敏感的 而且大家都很关注的 一个是中国的法拍屋的数量暴增 还有呢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大巨大矛盾 可以说决定了人民币 根本是无法国际化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接一下 后面呢 我们接着聊一下香港的楼市 可以说快速的垮塌 这个下跌的幅度是非常之快的 最后呢 我们聊一下中国沿海的一些省份呢 还到海外继续去招商引资 这样一个事情呢 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 中国外资流出的速度非常之大 这些省份呢 已经是扛不住了 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的法拍屋的情况 那么新年呢 公布了一组数据 可以说反映了中国2022年呢 中国法拍屋的数量啊 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那么法拍屋数量的暴增呢 可以说反映的就是 中国的这个楼市的一个现状啊 就是很多房子啊 这个供房者已经是入不出了 然后就选择弹供 那么这些法拍屋呢 就到了银行的手上 银行把这些房子来拍卖 来偿还这些屋主啊 欠银行的债务 反映的这样一种情况啊 可以说这是在过去20年呢 中国很少出现的情况 特别是从20172018年开始啊 中国法拍屋的数量是每年节节攀升 但是去年增加的幅度尤其之大啊 主要是去年啊 中国风控非常严厉 同时呢 中国经济下滑非常大 所以两者结合起来了 这个法拍屋的数量就暴增 我们看一下一些数量啊 这个法拍屋数量最多的是哪个省呢 是江苏啊 达到了21万套左右啊 而排名第二名的是浙江 达到了18万套左右 荷兰省呢 达到了13万套左右 广东也是13万套左右 所以荷兰省呢 可以说这个法拍屋应该是比较多的啊 作为他的经济体量 和他的这个经济规模来说啊 排在了第三位 接着第五名呢 就是山东 也达到了8万套 还有呢 第六名是福建 接近8万套 还有是四川 是七万三千多套 广西七万套 然后呢 内蒙古都还比较多啊 排到了第14名 它是四万一千多套啊 所以基本上啊 全国三十一个省市啊 基本上做了一个排名 所以这个法拍屋的数量啊 基本上是江苏浙江 荷兰省 广东 山东 这些是比较靠前的 法拍屋数量非常之多 数量的上升 首先反映的是 中国楼市的购买力啊 已经是不行啊 快速的下滑 所以很多人呢 房子都供应不了了 更谈不上买房 那么这和前面一期节目 我做的 说中国有些地方的楼市啊 一线城市的 有的地方的楼盘在爆炒 在涨价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是北上广深 一些好地带的楼盘啊 这些开发商 利用一些广告噱头来爆炒 来涨价 可以说是非常火爆 而另一方面呢 中国的法拍屋数量还在节节判升 很多人呢 供不上房子 选择断供 然后房子被银行给收走 那么这是中国法拍屋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这是反映的第一方面是楼市的惨淡 第二方面说明中国人的购买力啊 消费力已经快速的下降了 已经无法维持楼市这样一个巨大的泡沫了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来说 任何林丹妙药都无法拯救中国的楼市 所以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要冲进去买房 如果你想害一个人 你就建议他去买房啊 否则的话 你就建议他不要去买 确实啊 现在进去的话 这个杠杆加的比较高 而且了楼市已经到了顶啊 现在还在下跌的半身摇 可以说还远远没有见底 不是抄底的时候啊 房地产泡沫啊 可以说破灭之后啊 基本上中国的经济啊 就会崩溃了 大批的企业就会倒闭 而且大量的国民失业 这些现象啊 基本上都是结伴而行的 然后呢 很多国民背负着巨额的债务 无法偿还这个银行的贷款 然后被银行啊 没收查封房产 被迫回到老家去啊 这基本上就是和现在的 法派物数量暴增是对等的 因为小城市农村啊 它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 然后许多人回家 回家了也可能只能依靠 父母的积蓄存活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因为家乡啊 已经被拆迁 没有房子 可以说很多人走投无路啊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荡 成为社会啊 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受到高失业率的影响啊 那么更多的失业者 他为了生存 可能不得不啊 进行一些犯罪行为啊 把劫抢商店 也说全国将会爆发一些群体事件 警察呢 每天可能都会抓人 那么这是未来啊 在中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景象啊 很多房子被银行没收的人呢 可能将银行作为泄分的目标 说不定会攻击银行 那么未来在网上交易 可能会更加盛行啊 现实中 可能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些威胁 他呢 可能会极度的恶化 这是我畅想的中国未来楼市崩盘 中国经济崩盘之后的一种惨烈的场景 我觉得两三年的时间 很可能就会碰到啊 其实现在中国的楼市崩盘啊 不仅是大陆的 香港的楼市啊 现在下跌的幅度也是非常之快 那么这里呢 我得到了一组数据 如果大家在香港有资产的朋友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香港的资产价格情况 大家不要看港股还在涨啊 香港的楼市啊 可以说已经开始重返1997年之后啊 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的那个惨状了 到了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分水里 所以在香港有房子的 其实可以出手啊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你再做自己的判断啊 2022年呢 香港私人住宅的售价指数啊 跌了15.6% 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啊 那个时候跌了32.5% 是那个之后下跌幅度最大的 那么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啊 2022年 2023、2024年 香港的楼市啊 可能下跌的幅度还要大 那么去年12月啊 香港的楼市是录得了连续7个月的下跌 是2003年非电爆发以来最长的跌幅 然后呢 中原地产住宅总裁啊 他就指出啊 说新年期间住宅销售 比去年同期了有所改善 主要呢 是得益于香港和大陆之间呢 开始放开了 因为中国的疫情呢 开始解封了 所以可能有些大陆客到香港去买房 所以稍微的有所缓解 但是这根本是扭转不了香港楼市啊 下跌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可以说全球资本呢 都将离开中国 特别是中国楼市大幅度下跌 全球很多外资啊 都会离开中国 离开香港 通过香港离开中国啊 就是很多资金都是借到香港进去的 那么他离开可能也会借到香港离开 所以这样一个路径之下呀 那么未来香港的楼市啊 股市可以说债券市场 基本上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会非常惨烈 所以目前来看呢 楼市啊只是一个先生啊 楼市过了之后啊 其他的金融产品 金融市场都会跟着一起垮他 所以大家如果在香港有资产的 一定要非常减慎啊 这个时候是否要撤离 说到资本撤离啊 其实实业资本和产业资本 从中国撤离的速度啊 也是非常之快 那么这几年呢 也是加速离开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推行这种倒行逆施的一系列 政治经济措施啊 让这些外资啊 可以说非常不看好中国 然后很多国际跨国企业 基本上他的生产工产啊 产业链都在大幅度的离开中国 像东南亚 像美国本土 欧洲转移啊 我们看一下了 这两天呢 浙江啊 可以说是中国的出口外贸的一个大省 也是一个强省啊 他又放出来一个重要的信号啊 就是浙江官方啊 在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封信啊 他称呢 将以超强的决心 超强的举措 超强的力度 吸引全球投资合作 那么从浙江省商务厅了解到了 这份中英文双语的信呢 是1月28日发布在该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诺款是写着 浙江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韩杰 根据了解啊 浙江省投资这里全球大招商工作 便于1月9日启动了 杭州市 嘉兴市等等呢 地方的商务部门表态发言称呢 杭州市一季度啊 组织附近外招商团呢 不少于30个 嘉兴市目前呢 已经组织出访团4个 但是啊 达成投资意向项目只有5个 所以不管是杭州还是嘉兴 这都是浙江省的强势啊 他们大规模的组织人呢 到境外去招商引资 可以说证势很大 调子很高 但是实际的成效啊 非常差啊 那么我在结合大年初一啊 中国的第三大经济强省 山东也是派了很多人员到欧洲 到国外去招商引资啊 那个新闻可以说也是成为 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 可以说时隔三四十年呢 中国又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样 开始派一些代表团 政府代表团到海外去招商引资了 大家想想这释放出的是什么信号了 首先释放的出就是外资啊 已经大量的撤离中国 中国的外资不够了 对不对 这些沿海的经济强省都开始坐不住了 肯定是经济下滑的速度太快嘛 没有订单嘛 然后没有制造业基地嘛 然后很多人员的就业无法解决嘛 所以这些省级了啊 开始去招商引资 把外资想拿回来 但是大家想想啊 孩子都被你饿死了 你再送来一份有什么用的 你之前那样的倒行逆施的措施啊 对这些外资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可以说对外资啊 就是关门打狗的一种架势啊 只要这些外资在中国有工厂的 基本上不管是税务工商 然后是地产对不对 各方面呢 基本上都在刁烂这些外资啊 中国觉得改革开放三四十年 自己已经做得很强大了 已经不需要外资了 所以外资后来都慢慢走了 然后民营企业很多也都走了 加上中国的变态的疫情风控 那么一起给外资加上了一根稻草 外资都走了 现在呢 一看呢 外资走了还是不行 民营企业走了还是不行 所以又开始要外资回来 去招商引资 又开始要挽留民营企业 像习近平呢 那样的讲话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信号 外资民营企业 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最大的两个成果 一个是招商引资 大量的外资 把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业的基地 世界工厂啊 中国生产的产品供应全球 可以说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 那也是2015 2016年之前啊 但是这五年 这七八年左右啊 基本上外资都是在撤出中国的 基本上这些订单流出去中国 这些工厂搬走之后啊 肯定是不会再回来的 因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大配置啊 它有自己的规律 对不对 中国的这样 中国的这个历史任务 历史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了 你自己获得了你想要的 全球的各个国家 你享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红利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落幕了 可以说一拍两散了 就相当于谈恋爱 现在是分手的时候 你再怎么挽留 别人也不会回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么说到这里啊 很多人自然就会联想到 中国的货币国际化的问题 我们想想中国的货币 最容易国际化 或者说最可能国际化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2012到2016年 这个时间段 对不对 这是中国制造业 可以说最恢弘的时候 基本上在全球的地位啊 是如日中天啊 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 也是非常的丰厚 在这个时候做国际化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搞成 你现在中国的制造业 大量的外流 产业链大量 产业链大量的外转的情况下 你还想人民币国际化 无异于是吃人说墨 当然人民币啊 我觉得它不能国际化 它的底层啊 其实有三个逻辑啊 首先第一个大逻辑 可能很多朋友 还是没有关注到的啊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啊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无解的命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生产过剩的大国 产量是远超本国的需求 而且中国的出口产品 是大量的出口到全球 赚取的是大量的外贸的顺差 对不对 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美元欧元日元 属于是净出口国呀 也就是说 必然是钱向内流 全球的外汇啊 都流向中国 因为那些年中国赚的外汇啊 可以说赚的是用不完 对不对 总理都着急了 外汇这么多怎么办 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啊 那么 而货币国际化啊 它是需要自己成为消费市场 需要你的货币向外流的 对不对 你像美国 它就是一个纯逆差国家 每年向海外输送 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逆差呀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美元 它能全球化嘛 国际当之无愧的货币老大 对不对 因为它向外输送大量的贸易逆差 然后很多国家获得了它的美元 然后这些国家呢 又用自己赚的美元呢 来买美国的国债 实现美元的大回流 这才是一个循环 首先你是一个贸易的顺差的国家 就很难实现你的货币的国际化 这是第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的货币啊 它是不能自由兑换的 就算是每年五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啊 基本上都要政府审批 然后要它限制的 但想想这样的货币 它怎么能国际化 货币不能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的流动 自由的兑换 那么谁还信任你的货币呢 谁还相信你的货币呢 所以这就缺乏一个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嘛 对不对 你像美元欧元日元英镑 都是可以自由流通自由兑换的 在全球自由流动的 对不对 没有限制的 你人民币啊 这样限制 你怎么可能实行国际化 你一方面要享受这种国际化货币的便利 另一方面呢 又不想自己付出 又不想牺牲你的贸易的顺差 你既要这又要辣 怎么可能全部的好处啊 都被你闹着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啊 这就是一个悖论呢 这是我刚才补充的啊 就是说国际化的货币 应该是一个贸易逆差国家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础 其次呢 就是你的货币要自由流动 还有更重要的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 中国的货币是难发无度啊 可以说 以前还是以外汇储备为毛 但是这几年呢 基本上都被稀释了 很多都是银行金的债务 主要是中央银行 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呢 就是货币便利化 都是这些东西啊 占了很大的比例 以前外汇占8%90%啊 就是印刷人民币的毛 作为印刷人民币的毛 外汇占8%90% 外汇黄金 但是现在呢 外汇只占了60%不到 剩下的40%啊 基本上都是这些中央银行啊 滥发的这些货币啊 就是借给商业银行的一些贷款 所以中国的货币啊 现在已经是无度的滥发了 那么在2020年呢 基本上中国的M2 等于美国欧洲 日本的总和呀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全球银行 就是说在全球银行没有大风水之前呢 中国的货币已经是无度的滥发了 那么后来呢 虽然是美国 日本 欧洲 也是印了大量的钱 但是现在相对来说 中国的M2 还是非常之高 还是远远超过美国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你的经济体量 才是别人的6-70% 但是你的货币啊 是远超过美国 那么这就是货币滥发的一个表现 简单的做一个嘛 所以这样的货币 谁信任你 谁肯持有你的货币呢 不担心贬值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全球的顾虑 也是你无法实现 国际化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那么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小粉红啊 都还在一引 说人民币国际化呀 中间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和很多国家进行的货币互换 比如说和俄罗斯和阿根廷 当然这些货币互换 主要是发展中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货币都很差的 但是我们看看这几年啊 俄罗斯的卢布 阿根廷的比索 对美元都是大幅度秉值的 它的购买力是急剧的下降 那么这样来说 中国互换的货币啊 拿着他们的货币 其实损失就非常之巨大 而这些国家呢 用到手的人民币啊 再去换美元 在迷岸市场上 想办法换美元啊 偿还它的外债 可以说又变相在 掏空中国的外汇储备 尽管呢 货币互换协议上是规定的 双方互换的货币 只限于购买双方的产品商品 但是其实很多国家 是没有遵照这个协议的 他拿到了人民币了 然后在迷岸去套现一些美元 来还它的外债 因为他们缺的是美元 而中国呢 多的是美元 目前觉得美元还挺多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中国啊 又是充当了冤大头啊 所以没有外汇储备啊 支撑的国家 你去给别人搞货币互换啊 其实就是在耍流氓 你只是啊 赚到了吆喝 可以说看起来 你可能只是赚到了吆喝啊 看起来面子上是很好看 实际上你是吃了大亏 当然中共政府啊 他也不在乎自己吃亏啊 因为他亏的都是中国的老百姓 对于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关注再见